新增一筆資料然後再編號 那執行 不過執行的話最好是我們 再額外再增加一個按鈕 把它叫出來 有沒有 那home.show就好了 如果沒有就直接執行它 它也會跳出來 然後我們品名 我不要買茶 買10個 然後呢 再 銷到東區東部好了OK 按一個確定 確定的話就會做幾件事 不過你在沒有把握的時候請你設中斷點 中斷點的部分的話呢 還記得吧 就是按確定這邊 這邊有一個中 我們在這邊設中斷點 上面沒有問題到這裡比較會有問題 我就把它停在這裡 再執行一下 然後選一下茶葉 然後10個 地區 然後小 小記出來了沒問題 4 4990 OK 然後再來的話就足以 那優標盡量停在這裡 你可以去觀察 F8 那麼第一個查就輸出了 499 數量 單價 地區 再來就是編號 編號就是把 我們的 這一個值 這1241 減 這個1241加1之後 再把它格式 格式化成 4 1242 OK沒問題 結束 那這樣的話就多一筆 下一次再一筆 再一次再一筆 OK那這個地方的話我們就完成 那完成之後的話呢 最後 這個表單你不可能說每次按這裡 所以你怎麼樣呢 請自行再增加一個按鈕 比如說這個地方再增加一個按鈕然後 這個地方 比如說 這個可以改一下 我看改成別的名字 叫 啟動表單或怎麼樣 這個地方把 編輯文 這個地方按右鍵 裡面的話呢 你可以把 名稱改一下 然後 要對 對應到一個劇期 按右鍵這邊有個指定劇 所以我們必須在 在我們的這裡面寫 那寫在哪裡 特別重要 模組 如果你沒有模組 請你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如果已經模組的話 在這邊呢 我們就直接 再重新插入一個模組 把另外再新增一個 插入模組好了 然後在這邊的話 我再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也叫啟動表單好了 然後這邊要寫什麼 寫home 點秀 OK 然後 這樣的話就完成 記得寫在模組裡面 寫在模組裡面 再來的話 直接在這邊按右鍵 啟動 就是啟動表單找到了 按確定 這個時候 我把它點下去 就可以開始 就可以把它啟動起來 那你可以再試試看 分別把資料 一個一個 做出來 那完成之後的話 這個確定部分 OK 在全部清除 應該也很簡單 反正把資料清掉 再來就新增 一筆資料 在全部 把全部的資料 匯到資料庫 裡面去 這個也是 算是一個 複習 OK 把畫面 再還給各位一下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